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风妆容 为什么呢 因为快过年了嘛 过年呢就要穿红裙子 我觉得港风妆容跟红裙子真是最搭的 我现在不是学醋眼了 因为我刚放学之前上课的时候有上了那么一点点的气垫 所以一会儿可能要用乳液乳化一下再重新上一个底妆 我先把我的饰饼吃完 是我在拼西西上买的 我最近在拼西西上买了很多农副产品 什么饰饼啊 高油咸鸭蛋啊 腌酱菜 腌萝卜 我发现在拼西西上买农副产品还是不错的 这个饰饼我觉得就特别好吃 给大家怼劲看一下 是不是就特别的饱满 我先用一个乳液 把面部中央的一些底妆给它擦一擦 因为如果直接在你之前画的底妆上再重叠底妆 就很容易结块啊 起皮啊 抚粉啊 如果你们出门想要补妆的话 最好带一瓶小样的乳液在包里 把起皮的地方这样擦一擦再补上去 这个妆面就非常完美了 在卡粉的地方多涂一点 然后把它擦掉 让它轻轻的带掉 这样擦完之后呢 在面部中心再去叠加粉底液 我今天想用酥苦 就是奶油鸡 我觉得酥苦吧 它有点不适合用打湿之后的海绵蛋涂开 它比较适合用气垫粉铺或者干的海绵去涂开 这样妆效会更好一些 你们看 这样打完妆感是不是很好 我觉得一定要用气垫粉铺配酥苦打出来的妆感才是最漂亮的 接着呢 用我很爱的戴科的散粉 给它薄薄的压一层 戴科的散粉我已经马上就要空瓶了 非常适合冬天用 它在冬天用 我觉得也完全不会起皮啊卡粉了 打扫开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修一个容 我觉得以前就是那种港风大美女她们五官都是比较深邃的 我参考的图片呢 是林青霞的这一张 哇靠 这个太好看了 你看她的眼眸是很深的 整个人有种阴气的感觉 所以咱们要把眼眸的修一修呗 用的是BBI的修龙 先把面部的一个具体的轮廓给修出来 加重眼眸到山根的位置 然后带到一下眼眶 让整个眼眶显得更深邃一些 再加重一下眼眸的地方 卡一卡点 其实以前港风美女鼻部的形状有特别特别多 她们没有拘泥于一种形状 大家都是亲自把她的鼻子的亲自把她的好看 所以我也只是鼻部的地方搁着自己的鼻型 给她稍微的修的瘦一点点就好了 林青霞呢 她也是属于那种骨相比较分明的脸 我们也重点 卡一下全部以下的位置 再卡一下下颗线 她是那种又阴气又好看的长相 好喜欢 想要下颗线的时候 这个地方给她扫上一点 大巴的部分呢 她是一个比较有棱角的方向下巴 所以我在我的下巴 给中间把它卡一下 这个点 给她卡的封一点 有棱角一点 接下来就是坏眉毛 想到港风就想到那种野生美很好看 如果用眉笔的话 我觉得会太过于生硬 所以我用Kate的眉粉 中间的两个色调和一下 先给眉毛整体上一个色 然后我觉得眉尾可以稍微的拉长一点点 有一点点微微上条的感觉 眉头的位置可以不用给她 是不是太精细 用前两个颜色调和一下 给她稍微的打在眉头的位置 先接一下鼻梁 眉头的位置呢 我再用黑色给她加几个毛流 显得眼神会更坚定一点 那个时候眼妆基本上只有大地色系 重要的就是在大地色系的深浅间变变 然后可以去修改整个眼型 我用的是这个Can May的全亚光的眼影盘01号 里面都是全部亚光的棕色系五个颜色 这样从浅到深的五个颜色 依次来画 浅棕色呢 当然是打底 在贴双眼皮贴的地方呢 这样轻轻的拍打 这样折体打完一个棕色调之后呢 就用一把小刷子 感觉这个深棕色 贴着睫毛根部开始往后画 眼尾的眼影也是微微向上调 用手提起来都卡几层 眼下也不要忘记 紧紧贴着睫毛根部 再往前带 上面把最扁的刷子沾起最深的这个颜色 也是提着眼尾 画一个万眼线 下眼尾也是用同样的颜色 我贴着睫毛根部慢慢的话 睫毛也给它稍微的带过一下 着重刷一下后半段的睫毛 也是让整个眼型更往上调一点点 下睫毛可以发的浓一点点 就会有自然的下眼线的效果 刚刚的睫毛膏是Kate的这个眼线 眼线液笔我也用Kate的这一把 我觉得挺好用的 那眼线先给填起 接着呢挑起你的后眼尾 稍稍的往外延伸点点 眼妆结束之后呢就是 塞黄非常淡的菊朵的01号 也只要淡淡的打一点点 就够了 整体的妆片还是偏一个 棕色调 好够了就这么一点点 高光呢就不整那些花里不少的 直接用毛哥瓶里的这一块 白色的哑光色的高光 给它做一个提亮 像黑眼圈的位置 轻轻的扫上 鼻梁的位置 唇膏呢玩的是兰蔻的保湿唇膏02号 就是兰蔻的196的滋润版本 其实我觉得比起大红唇这种 稍微偏橘棕色 橘棕色的口红 更有复古的感觉 它这个新款的这个切面啊 可以比较好的描绘我们的唇型 就这样金尖的 说实话我是很少去描我的唇型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嘴唇不够好看 我基本上都是直接 涂上去然后用手晕染开来 摩补唇边界 所以描唇型的时候要特别的专注 这样便宜 你看这个口红就很好的能够露你的唇型 换完这个大红唇成的妆面呢 基本上就结束了 是不是觉得还差了那么点意思呢 因为我们还少一个大波呢 好那今天这个很有气场 很大气的港风红唇妆就完成了 鼻梁伤的宝贝们记得给我三点哦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哦 拜拜 拜拜 拜拜